昨天国内爆发了史上第一波虾温 有澳洲凹虾因为感染真菌 五个虾场总计14万多位的凹虾死亡 专家研判应该是因为连日来的低温 让真菌得以存活 而国内目前虽然是禁止养凹虾的 但是却有不少的玩家和养殖业者饲养 所以不排除就是许多的国家 不同品种的凹虾养在一起相互传染 才会造成这波疫情 引爆国内虾温的就是眼前这一只澳洲凹虾 别名澳洲小龙虾身长大约15公分 对环境的破坏和繁殖力都很强 国内虽然禁养却没人取地 因此常有钓虾掌获宠物玩家饲养 如今在苗栗 彰化 屏东三个县市 五个养殖场爆发虾温 14万8千多位不幸死亡 专家解释因为连日来低温 才让真菌得以存活 而国内凹虾只占的总数不到5% 数量少之又少 对生态破坏很有限 倒是弄合未来要针对进口的凹虾 米凹虾和虾姑科三科将近100个品种 要求进口国要附上检疫证明 否则党在关外 3月底公告后4月1号就会上路 而国内也将展开加强取地 那在国外都是禁止的 那当台湾怎么 就是把它当作最少是当作关闪 这才来饲养 当然这是不允许的 那他们会要求地方县市政府来 确实是去调查 那对这个已经发生了 我们会 他们会以这个也动发 被查到违法养殖的民众 将面临最高30万元的罚还 面对国内首波 夏文来袭 农会这次硬起来准备开罚 不再让法律有模糊地带 有点TV养人想无登立 台北报导